我经常来参加这些活动 我就是让台湾人民 要珍惜现在的这个和平 幸福的生活 为了珍惜这个生活 保卫这种生活 台湾人应该觉醒 台湾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 做出自己的牺牲 流出自己的汗水 只是坐在家里看电视 听一些流言蜜语 这国家不可以保护 大家可以知道 世界上我们维吾尔人 唯一的一个民族 世界上唯一把这个全民族的DNA 采集起来 把世界上最先进的AI技术 运用起来的在我们这个 东托尔齐斯坦 也就是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民区 现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男人全在集中营里 男人全在集中营里 女人的一半也在集中营里 有很多孩子没有人照看 有孙生父母的孩子们 被带进了孤儿园里 这些孩子没有人照顾 很多老人在家里没有人照顾 这些被关进集中营的人 他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是什么理由 他让你进去 你就得进去 这就是被中共 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共产党 侵略的国家的 亡国的人民的命运 所以台湾人民 一定要以我们的 现在的命运为欠 来重新考虑台湾的命运 为了台湾人民的觉醒 为了我的朋友们 台湾人民的国家的安全 我也要和大家站在一起 永远为台湾人民的觉醒 做出我的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康熊 我们的历史哈佛会长 好